立法院开议以来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朝野立委为了政治纷争炒翻了天 而今天朝野是难得上演了和谐的画面 在立法院里头举办了西施佑推销活动 不止蓝绿立委都站在一起 连立法院长王津平也来站台 让国会里展现和乐的气氛 西施佑 赞 立委们忙着换上华美的西施装 要来推销西施佑 立委开议以来纷扰不断 好不容易有机会把政治纷争放一旁 一起拼名声品尝佑香 我本来是只是从门口经过 经过的时候闻到那个佑香味 我就进来了 我本来想晚点讲不要太早讲 因为晚点讲的话 东西给人家买光了 我就不用买那么多 那现在太早讲的话也没有办法吧 那我就各拿落干香 好不好落干香 立法院长王津平也站台支持 大手笔一喊就是50香 一定是非常甜美 一定是美容养颜的 营养丰富的 所以五味一定是大炭的 我的西施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柚子书 院长五十香 院长 院长 院长台 你一口我一口大家柚子吃得开心 但原本找来十位立委出席却只有一半 多出来的西施府两在一旁 一位立法院正在为油品安全帮忙把关 场面虽然有些冷清 但为小老百姓争取权益 立委丝毫不减热情 UDTV陈敏彦珠起于台北报道